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 攝影情報室 今集就想說一下神流剛剛公布推出了V860的第三代 咦 有些有根神流消息的朋友都知道 去年其實V860第三代已經推出了Canon、Niccan和Sonyman 這次其實是出了Fushman Olympusman 就是V8603 以及Pentasman 我聽到Pentasman當然是很準的 先說一下V8603有些什麼特色 首先第一件事 價錢加了 如果你說維入元大概是35,000日圓 都貼近2,000日圓 應該都開始跟這個頂級的V1 其實我預期V1都快有更新 都很接近 另外Formfactor那方面也很接近V1 大家看看有什麼功能 例如很簡單這樣看 輸出跟V1一樣 都是76W 另外燈頭的變焦是20mm至200mm 基本上都是一個挺好的Wing 大部分的攝光燈其實是24mm起跳 然後再加擴散板 但是這次是20mm至200mm 老實說 其實如果你說以前V8602和V1 有錢的V1 我艾倫的感覺就是這樣 沒有錢但又要有實力好用的 就是V860的第二代 但是現在有V860第三代 大家可以想一下V860第三代 因為其實神流 老實說 每一段時間它都會有少許改善 用料上 我個人個人覺得 如果V8602和V8603 就是第三代 最主要就是閃燈腳 用到那個鎖的設計 就會變成在機身上的穩定程度 是好很多 這個其實V1都有的 但是在V8602是沒有的 現在在V8603 就用到快鎖的設計 剛剛說的 燈頭如果用回這個擴散板的時候 就可以支援14mm 亦都用跟V1同樣的VB26的電池 有2600mAh 回電時間 即是Full Power是1.5秒 然後每一次充電可以用到480下 先知識明 艾倫有V1 有V8602 其實兩支都不錯 那V8602 按鍵設定 就簡單一點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不用擔心 就這樣 上去用M-Mode去閃 那我會 普遍會選V860 還有我覺得 重量平衡 都會比較集中一點 那V1呢 其實可能 圓形燈頭比較大一點 還有 介面有一點點不同 雖然常常有些介面 都是這樣 還有 我會覺得 它的重量有一點點 墜淺了 還有 配合 單反機 都是有一點點重的 但沒有可否認 其實V1 圓形燈頭 就出來的效果 例如打Bounce 例如 普遍的 直射的打法 感覺上 會稍稍好一點點 而V860 第二代 就比較傳統一點 那 都沒有說哪隻好哪隻不好 但是 其實 在Olympus Full C 和Pentax 那邊的平台 其實 就真的有需要 一支這麼厲害的 線紋燈 還有一支 TTL的線紋燈 即使 原廠都會有 選擇 例如Pentax 其實它都有 原廠的Pentax 的線紋燈 體積更小 但是由於 它本身的 火力 還有 新的現代化技術 例如燈管 還有 用電 大部分原廠的線紋燈 還在使用 四顆AA電 但是 今次 神流已經 進化到鋁電 所以 基本上 在充電 和 煤電的速度上 效能高很多 而且 透過神流的系統 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本身可以做Stray 可以做Master 也可以做引閃 去引發其他不同的 同樣的 系神流的 靜光燈 所以基本上 你玩飛燈 它的彈性會比較大 你可以用 引閃器 去引閃那個 靜光燈 一次過調整 不同的頻道 也都可以 用一個燈去控制 另一個自行燈 一起去引 會比較好 我有時 都在戶外拍攝昆蟲 設置那些 簡單的 飛燈格局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用神流 神流在這方面 是做得比較不錯的 大家可以留意 V803 有一個特色 就是 它有一個LED內置 可以調十段的調光 雖然 比V1那邊稍稍進步了 但是暫時來說 其實都是做一個補光 或者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黑暗的環境 真的很輕微的補光 如果你說 長期拿來 當微距燈 照明 又或者打造型 又或者拍影片 大家不要預料 都是用正常的閃光燈 會比較好 另外就是 新的設計 在TTL方面的準確程度 很多時候 成功率會好 很多時候 以前 V820第一代 第二代出現的問題 例如有些朋友說 不知道為什麼搭CANON 拍十多張 有一張會突然不閃 這類型的問題 其實隨著 Buffix 和Firmware 就好了很多了 唯一我覺得 其實 大家都會看到神流 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它可以 不僅是換到下面的腳 和電腦板 它是基本上 可以完全是 真的 因應每一個系統 去做一個 尺寸的設計 例如 Olympus 這個機身 其實某程度上 你真的需要一個 比較細型的小光燈 那 真的做得到 很好的話 其實會對於 受歡迎程度 會更加好 當然 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用神光燈 比以前 真的有一點 雞辣 現在很多人都不 用神光燈 但是 用的話 如果是 Formfader好些 其實日清以前的 iSeries 都是因為 稍微小 所以才吸引更多些人用 但是 overall來說 日清的小光燈 如果是iSeries 我覺得力度 不夠神流 這個 860系列的 第三代 和V1 那麼強 所以如果 要火力足夠 例如 你拍酒樓大Event 拍分攝 我覺得 就 真是一個 挺好的配搭 如果你 不是用主流 Nikon Canos Sony 我覺得 是 43 Panasonic 富士 很多人用 Pentas 你更加沒有選擇 Pentas 你買原廠又貴 功能 沒那麼更新 那 真的 V1 或者V80 第三代 就是 K1 或者K33 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另外 那個樣子 就一般 我又覺得 不是很差的 發展了這一代 對於 Layout的設計 還有選擇不同的組 所有的功能 都應該比之前好很多 那 唯一就是 體積和重量 艾倫 是覺得 有需要去減一減的 那就會 好一點 好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神流的成本燈 有什麼意見 那 如果大家都是神流的粉絲 的話 那 都支持Rainbow 因為最近 都搬新的店 那 他們也都代你 比較多神流的東西 那 那 老闆也服務都不錯的 那 可以 在新店之後 如果 8603 有特別版的貨 或者有優惠的 那 大家可以 去Rainbow那邊 幫忙一下 好 那這集節目時間是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